每家人要吃豆花 你現在布丁都花在市面上 近家秀台中的歡迎 這間為在咖哩中山路上的豆花店 一早就有很多客人來買 讓老闆娘是沒人買怪 因為我自己其實本來就很喜歡吃甜品 那像以前的時候 就是如果跟爸爸媽媽出去 那我們經過蛋糕店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 一定要買一個回去才會覺得很滿足 我們自己去每家店的時候都會覺得說 坐在這裡可以舒服的吃一碗 你喜歡的 然後甜品 那你會覺得心情也好也很放鬆 今天買布丁豆花口味很多 其中藍藻口味的布丁豆花不太特別 還有豐富的營養價值 讓各位可以吃到沒有負擔 因為像以前比較傳統的話 都是用石膏下去做凝固的 那像我們現在年輕人 都喜歡好吃又健康 所以那我們就是有改良 用天然的海藻膠下去做凝固 對 那對身體也比較沒有負擔 它的話是用我們那個天然的螺旋藻 對 然後下去研磨 然後下去做成的果凍 那它有豐富的維蠅 那其實對現代人的話有豐富的纖維 那其實還滿符合現在人需要的 暖天人來一碗清涼少數的豆花是人人都喜歡 而且豆花最主要的原料是黃豆 它有豐富的營養價值還有蛋白質 感想吃豆花也是減重的人不錯的選擇 那天是我們聊一三咖哩 彩虹報道 我們聊天的一個室禮 我們聊聊天的一個室禮